甲奥特曼到底有多可怕 众所周知 奥特曼中存在着许多甲奥特曼 他们有的可恨有的可怕 今天小奈先带大家看看 五位比较经典的甲奥特曼 以及他们是怎么诞生的 第一位甲初代 在初代第十八集中 来自第八星系的扎拉布星人 通过先对地球释放毒气 然后再当着特搜队的面 吸收毒气的诈骗手段 骗取了人类的星人 不过扎拉布想要控制地球的阴谋 很快就被早田发现 然而早田不仅被扎拉布发现了身份 甚至还被其迷晕控制了起来 随后扎拉布为了让人类憎恨奥特曼 达到内斗的目的 于是直接化身为甲奥特曼 在外形方面 甲奥特曼的眼睛和耳朵 包括下巴都比较尖锐 且足间上翘 同时身上有黑色的苗边 给人一种阴险狡诈的感觉 见奥特曼破坏城市 军方立刻展开攻击 而这也正是扎拉布想要的效果 好在星夜及时找到了早田 然而就在早田得救的时候 而初代就星夜这一幕 在新奥特曼中也被高度还原了出来 就连两人战斗的节奏 新奥特曼也是借鉴了这一击 初代先是一发四派休姆光线 将扎拉布打回原形 借着在天空中轻力地滚了几圈后 最终用第二发四派休姆解决了扎拉布 除此以外 在大罐兽格斗中 扎拉布也变身过甲初代登场 而且还假模假样地学着初代战斗 但所有技能根本就放不出来 看起来就像个跳梁小丑 后来在超银河传说中 扎拉布又再次化身为贾奥特曼 成功混入宇宙监狱救出贝利亚 但田狗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扎拉布最终死在了贝利亚的手上 而贾初代也是奥特曼历史上 出现的第一位贾奥特曼 他的设计者为程田亨 而程田亨设计的贾初代 也给了后来设计师极大的启发 第二位贾阿斯特拉 在雷欧第38集中 巴巴尔这个小可爱不仅化身贾阿斯特拉 还偷走了光之国用来运行轨道的奥特之药 这也把艾斯气得要当场杀了阿斯特拉 随后奥特兄弟一路追赶贾阿斯特拉来到地球 并与雷欧兄弟之间展开了一场大内斗 在此期间 雷欧差点用雷欧飞踢踹踹死艾斯 所以巴巴尔伪装的阿斯特拉 差点给光之国和地球带来灭顶之灾 好在最后奥特之王及时出现 才揭穿了巴巴尔的真实面目 其实也难怪 毕竟贾阿斯特拉的外观和本尊根本没区别 所以贾阿斯特拉的设计师 也是阿斯特拉的设计师大则折三 第三位贾戴娜 在戴娜第31集中 来自五仙座M16行星的古雷格尔人 为了逼出戴娜与自己较量 竟然直接化身为戴娜闪亮星 在外观上贾戴娜和真戴娜毫无区别 因为当时贾戴娜的皮就是直接用的戴娜 而当飞鸟答应和古雷格尔人一较高下变身为戴娜后 古雷格尔人则直接变身为奇迹型 而贾奇迹型戴娜的设计者为完三号 相比较真奇迹型 贾奇迹戴娜不仅身上多了不少黑黄花纹 头关处也加上了黄色花纹 而且皮套也是重新制作的 但成品皮套的足尖却是上翘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假戴娜对战的时候 一个是闪亮星一个是奇迹型 因为闪亮星的皮套就只有一套 在设定上 贾戴娜不仅同样有形态转化的能力 而且还拥有和戴娜一样的技能 且战斗力更是凌驾于真闪亮型戴娜之上 不仅进战格斗真戴娜不是假戴娜的对手 就连硬拼光线 真戴娜也很快败北 最后戴娜还是转为蛮力型后才开始扭转局面 虽然最终古雷格尔人被戴娜打回了原形 但总体来看 古雷格尔人化身的假戴娜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除此以外 在戴娜第49集中 全藤参谋在发现飞鸟的真实身份后 竟然将飞鸟身上的光注入到被复制的戴娜石像上 制造出了人类防御武器人造戴娜 也叫泰拉诺伊德 而泰拉诺伊德的形象设计也为完山号 完山号就是在戴娜的基础上 更改了红色的花纹 并在胸口和四肢处加上了金色的铠甲 在设定上 泰拉诺伊德虽然会使用人造索尔杰特光线 但没有形态转化的能力 也没有自主意识 说穿了就是个形式走肉 且战斗力一般 所以泰拉诺伊德在加奥特曼中 算是存在感比较低的一位 第四位甲阿古如 在盖亚第16集中 金属生命体阿尔吉洛斯入侵地球 企图袭击研究所 随后阿古如立刻现身阻止 不过由于在两人交战的过程中 阿古如与阿尔吉洛斯有着肢体接触 所以导致金属生命体复制了阿古如的资料 并瞬间变化为阿古如 而这魔性的一笑直接把阿古如给干猛逼了 从战斗来看 假阿古如的战斗力要强于本尊 只几个回合就将真阿古如打倒在地 我梦见状立刻准备变身盖亚支援 但却遭到逼王强势劝退 接着阿古如就开启了疯狂的报复 三两下就将冒牌或干翻在地 而被惹毛了的假阿古如 竟然直接使出了清算者攻击本尊 可就当假货得意自己稳赢的时候 却发现逼王竟然毫发无伤 最后真假两奥各自发出光子粉碎机对拼 结果假货当场被炸成渣渣 而假阿古如的设计师还是玩山号 相比较真阿古如 玩山号不仅将假阿古如眼睛换成红色 还把身上黑色的皮肤和头顶黑色的花纹 全部换成了灰色 虽然改动不大 但是呈现出的效果却极好 尤其是剧中那邪魅的一笑 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 第五位假盖亚 在盖亚第27集中 金属生命提米莫斯 在侵入集奥基地并复制了盖亚的数据后 竟然直接化身为盖亚V1型降临地区 但落地姿势却只能拿零分 连一点土渣都没有 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名声扫地 我们立刻变身为盖亚V2型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假过 这落地才是真正的大地破坏者吗 和假闪亮形带拿一样 假盖亚也是直接用盖亚V1型的皮套 所以他的设计者自然也是完善好 而假盖亚的战斗力也是拉垮 发出去的假光子冰刃 不仅被真盖亚的V2光子粉碎机轻松压制 而且最后还被打回了原形 所以假盖亚的战斗力 在假奥特曼中算是比较低的 最后你们觉得以上五位假奥特曼 哪一位最可恨 奥特曼女主角的年龄差距到底有多大 最大的竟然已经76岁高龄 最小的才15岁 今天小奈就带大家看一看 历代奥特曼女主角初登场的年龄 以及他们现在的状态 顺便再次感受下时间过得有多快 初代女主角富士秋子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76岁 赛伦女主角尤里安努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75岁 杰克女主角板田秋子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71岁 艾斯女主角南希子 初登场年龄为23岁 现如今年龄为73岁 泰罗一号女主角森山泉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70岁 泰罗二号女主角白鸟沙之 初登场年龄为18岁 现如今年龄为67岁 雷欧女主角山口白子 初登场年龄为19岁 现如今年龄为67岁 由于山口白子的演员秋叶相知 拍完奥特曼之后很久没有露过面 所以很难找到近照 但秋叶相知于今年4月开通了推特 希望以后可以晒出自拍吧 艾迪一号女主角向元金子 初登场年龄为23岁 现如今年龄为65岁 艾迪二号女主角成也惠美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62岁 艾迪三号女主角星梁子 初登场年龄为18岁 现如今年龄为60岁 迪嘉一号女主角七赖丽娜 初登场年龄为25岁 现如今年龄为51岁 迪嘉二号女主角居监会对程 初登场年龄为37岁 现如今年龄为63岁 迪嘉三号女主角星成真有美 初登场年龄为18岁 现如今年龄为44岁 戴拿一号女主角有美村良 初登场年龄为28岁 现如今年龄为52岁 戴拿二号女主角绿川麻衣 初登场年龄为17岁 现如今年龄为42岁 但是看起来依旧很漂亮 麻衣也是小奈最爱的奥特女主角 戴拿一号女主角佐佐木敦子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44岁 戴拿二号女主角乔基丽兰 初登场年龄为16岁 现如今年龄为40岁 奈欧斯女主角早见奶奶 初登场年龄为25岁 现如今年龄为46岁 不得不说 长得是真漂亮啊 高斯女主角森本林乃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41岁 奈克瑟斯一号女主角斋田栗子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今年38岁时去了光之国 奈克瑟斯二号女主角西条纸 初登场年龄为26岁 现如今年龄为44岁 奈克瑟斯三号女主角野公瑞生 初登场年龄为22岁 现如今年龄为40岁 奈克斯女主角小石川瑞西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37岁 奈克斯二号女主角机器人艾丽 初登场年龄为19岁 现如今年龄为36岁 孟比优斯一号女主角封坚真灵爱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37岁 孟比优斯二号女主角天古墓之美 初登场年龄为27岁 现如今年龄为43岁 赛文X女主角护墓埃丽亚 初登场年龄为22岁 现如今年龄为37岁 赛罗剧场版女主角艾美拉娜公主 初登场年龄仅为15岁 现如今年龄为27岁 迎合女主石洞美龄 初登场年龄为17岁 现如今年龄为26岁 迎合S女主山田亚丽莎 初登场年龄为27岁 现如今年龄为35岁 迎合S二号女主角笑谜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29岁 迎合S反派女主角玛娜 初登场年龄为23岁 现如今年龄为31岁 迎合S剧场版 奥特石勇士女主角阿雷娜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28岁 顺带一提 阿雷娜扮演者为小公有杀 身材一级棒 艾克斯女主角山赖明日奈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27岁 欧布女主角孟也奈续美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27岁 她的身材和颜值都很棒 杰德女主角鸟语来叶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26岁 罗布女主角凑昭阳 初登场年龄为17岁 现如今年龄为21岁 太家女主角旭川美丽花 初登场年龄为22岁 现如今年龄为25岁 泽塔一号女主角中党杨子 初登场年龄为21岁 现如今年龄为25岁 泽塔二号女主角大田杰花 初登场年龄为20岁 现如今年龄为22岁 克里加一号女主角镜监杰明 初登场年龄为19岁 现如今年龄为20岁 小奈觉得 镜监杰明的扮演者 丰田刘飞 身材是新生代女演员中最大的 德台女主角童也为千下 初登场年龄为19岁 现如今年龄为19岁 9个月 不得不说 我们的童年女神很多已经老了 迪迦都已经过去22年了 你们最喜欢哪位奥特曼女主角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奥特曼之间的年龄差距到底有多大 泽塔的年纪竟然比赛罗海要大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有奥特曼的年龄 看看谁的年纪最大 谁又是最年轻的一位 我们先按照奥特曼的出场时间来排列 初代年龄2万岁 左飞年龄25000岁 赛文年龄17000岁 赛文旧设定为19000岁 杰克年龄17000岁 艾斯年龄15000岁 奥特之父年龄16万岁 年轻17奥特之父年纪未知 奥特之母年龄14万岁 泰罗年龄12000岁 幼年泰罗年龄未知 雷欧年龄1万岁 阿斯特拉年龄1万岁 奥特之王皮克年龄30万岁以上 艾迪年龄8000岁 尤利安年龄7800岁 乔尼亚斯年龄28000岁 史考特年龄12000岁 查克年龄14000岁 贝斯年龄1万岁 格雷年龄17000岁 帕瓦特年龄15000岁 杰斯年龄9500岁 迪加年龄3000万岁以上 邪恶迪加年龄3000万岁以上 戴拿出生地和年龄均位置 盖亚年龄20岁 官方设定为我梦登场年龄 阿卜如年龄23岁 官方设定为腾宫登场年龄 千玺奥特曼年龄16000岁 内依斯年龄10390岁 奈欧斯年龄8900岁 赛勒21年龄18000岁 黑暗迪加年龄3000万岁以上 卡米拉年龄3000万岁以上 高斯年龄2万岁 杰斯提斯年龄17000岁 皮克特年龄未知 雷杰多年龄未知 博弈年龄2000岁 耐克斯特又年龄35万岁以上 耐克斯特成年体年龄35万岁以上 耐克斯斯又年形态年龄35万以上 耐克斯斯红色成年年龄35万岁以上 耐克斯斯蓝色成年年龄35万岁以上 诺亚年龄未知 黑暗扎基年龄未知 麦克斯年龄7800岁 杰诺年龄8700岁 杰诺元设定年龄为7900岁 孟比优斯年龄6800岁 为奥特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半 西卡利年龄22000岁 赛文X年龄19000岁 赛罗年龄4900岁 贝利亚年龄16万岁 贝利亚黑化琴年龄未知 赛加年龄10岁 银河年龄9岁 维克特利年龄8岁 银河维克特利年龄7岁 密布特年龄5700岁 埃克斯年龄7岁 欧布年龄5000岁以上 杰德年龄19岁 罗索年龄大约5000岁左右 布鲁年龄大约5000岁左右 罗布奥特曼年龄大约5000岁左右 格利乔年龄大约4900岁左右 俄罗布年龄大约5000岁左右 托雷基亚年龄12000岁 泰加年龄4800岁 方马年龄5000岁 泰塔斯年龄9000岁 泽塔年龄5000岁 索拉年龄未知 令加奥特曼年龄2岁 特利加年龄3000万岁以上 黑暗特利加年龄3000万岁以上 塔鲁米拉年龄3000万岁以上 德凯出生地和年龄均位置 雷古洛斯出生地和年龄目前位置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奥特曼年龄同小遭大白癌力 烈《青梲天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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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以红銀配色为主 头部造型继续沿用了 盖亚标志性的金色凹槽 但在眼角两边加上了夸张的头角 同时胸甲也在之前盖亚V1的基础上 更改成了叠穿上去的造型 G17依旧为倒三角状 值得注意的是 新生代盖亚凯达的双手腕处 也被加上了两个护甲 并且这个护甲还可以伸出光刃作为武器 自然这个凯达整体看起来非常帅气 不过在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后 发现这张图是这个海外博主发出来的 而这个人 压根就不是新生代的设计师后腾正行 所以这个新生代凯达的可信度 其实并不高 但是这张设计图之所以会让很多人相信 主要是因为其设计风格 和新生代设计师后腾正行太像 我们随便找一张后腾的作品 大家对比下 风格简直一模一样 那后腾正行都设计过哪些奥特曼呢 今天小奈就给大家讲一讲 新生代之父后腾正行都设计过哪些作品 以及他设计的奥特曼都有哪些特点 我们都知道从迪迦开始 远古推出的大部分新奥 都是由大老玩山号所设计 比如戴拿 盖亚 耐克瑟斯 诺亚 以及雷杰多等等 其中只有少部分像高斯日食模式 杰斯提斯 以及赛阿斯和夏短 是由山普千里设计 当然啊 赛文X也不是玩山号设计 它是由有泽安师所设计 不过赛文X的怪兽 还是由咱们的浩哥所设计 所以玩山号对平成以后奥特曼的设计 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 不过尽管所有奥特曼设计的都很帅气 剧情拍得也很用心 但也正因如此 远古还是难逃经济拮据被收购的命运 2007年10月 远古正式被Tao收购 而被收购以后的远古 不仅高层发生了人事变动 而且还直接换掉了设长 所以经历这一系列动荡以后 心力交瘁的玩山号 最终于2008年1月21日离开了远古 不过离开远古以后 玩山号就直接去了隔壁东印 其实这也不奇怪 因为玩山号还在远古任职期间 就参与设计播出奥特曼之外的角色 毕竟是设计出来迪迦的大佬 到哪里都是抢着要的人才 玩山号离开远古以后 远古就重新找来了一个新的设计师 这人就是后腾正行 按照时间推算 后腾正行是2008年之后进入的远古 所以他在进入远古没多久以后 就接到了设计赛罗的任务 当时超银河传说的编剧加制片人 刚不纯也 找到后腾正行 要求他设计一个新奥特曼 而这个新奥特曼就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像赛文的儿子 后腾一听这不简单吗 接着后腾不仅保留了赛文的标志性投标 而且还设计了两个 然后再继承了赛文的菱形眼和眼眶 以及红族特有的胸甲和红色皮肤以后 加上银色花纹点缀 赛文儿子赛罗的最初形象 就这么被后腾给设计出来了 然而一开始赛罗并不叫赛罗 而是叫阿克斯奥特曼 不过大家注意啊 最开始的赛罗胸口并没有计时器 计时器是后来在后腾给赛罗设计投标多种用法式 制片人刚不纯也提一加上去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组合投标发射光线 而这样是赛罗最初的定稿 主角设计完成后 后腾又开始着手设计反派贝利亚 不过贝利亚目前留出来的就只有这几张决定稿 从决定稿上来看 贝利亚全身为红黑配色 双手为锋利的利爪造型 头部看起来非常像毒液 而从后来后腾自己画的这张贝利亚来看 和毒液的相似度更高 同时贝利亚也是既在阿斯以后 第二位可以张嘴的奥特曼 除此以外 贝利亚最大的特点就是驼背 而这也有效地营造出了贝利亚邪恶的气质 不过就是苦了皮套演员了 因为为了体现贝利亚的驼背和恐怖 皮套演员只能将投赛在贝利亚脖子的位置 这样一来视线有多差可想而知 但这对贝利亚的性格塑造却是极其成功的 不过在贝利亚设计完成以后 制片人刚不纯也突然发现 之前全身红色的赛罗 站在所有奥特曼中好像不太显眼 于是为了凸显赛罗的主角光环 在经过多种改色之后 后腾最终将赛罗改成了红蓝混色 而随着超银河传说的播出 赛罗这个桀骜不羁的帅哥奥特曼 可以说是一夜爆红了 而后腾也凭借赛罗和贝利亚的设计 彻底在远古站稳了脚跟 所以赛罗之后新奥银河的设计 自然也就落到了后腾的手上 在银河的身上 后腾直接加上了 之前玩山号一直想用 但一直都没实现的发光部件 从银河设计稿上来看 银河的头顶 四肢 胸口包括小腿处 都被加上了可以发光的水晶部件 同时后腾还给银河设计出了发光的效果 而这一次 远古竟然破天荒地采纳了奥特曼发光的建议 也许是因为技术已经成熟了 也许是远古当时真的就把银河当作最后一股奥特曼牌 能让一把是一把呢 因为那时候远古确实快了不动 不过由于考虑到银河小腿处的发光部件 可能会影响打倒 所以在制作皮套的时候就直接给去掉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愿 银河播出以后 虽然当时口碑不是太高 但是人家玩具卖得好啊 所以说银河是远古的救命恩人那一点都没听 银河结束以后 后腾又设计出了维克特利 不过这张维克特利出狗 怎么看都有点像德凯最新登场的强劲形态 接着后腾正行又设计出了艾特斯 以及艾特斯的各个装甲形态 同时也设计出了格力扎 如果说到这里 后腾的设计还算正常的话 那从欧布设计开始 后腾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因为从欧布的设计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后腾开始将奥特曼设计的肩宽体装 但同时腰又特别细 欧布的很多形态 设计稿上都是这样的造型 到了杰德的时候 后腾正行也没有收敛依旧五行五速 杰德大部分的设计造型 也都是肩宽腰细比例不像真人 虽然设计图看起来确实帅 但是你得想想人家皮套不能不能做出来 可后腾可不管这些 只管设计自己的 所以皮套不应该都挺想看后腾的 值得一提的是 尊皇杰德还有一款这样的废案 个人觉得这个版本好像更帅一点 而到了泽塔的时候 后腾更加放飞自我了 不仅依旧比例脱离真人 而且还加上了很多细碎的色块 把奥特曼设计的花里胡哨了 所以渐渐的 开始越来越多人吐槽 新生代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奥特曼 因为后腾的设计稿 和做出来的皮套很难做到统一 比如这个令家和格罗布 设计稿看起来是真帅 但皮套却不是那个尾 所以后来皮套不也都习惯了 就是后腾你设计你的 我们做我的 毕竟理想跟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后腾正行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他也的确设计出了不少经典奥特曼 最后你们喜欢后腾设计的奥特曼 还是完善号设计的奥特曼吧 奥特曼之间的身高差距到底能有多大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 所有奥特曼的身高排行 看看谁的身高最高 谁又是最矮的一位 下面我们按照奥特曼出场的顺序 来进行身高排列 初代身高40米 左飞身高45米 赛文身高40米 捷克身高40米 艾斯身高40米 年轻时期奥特之父身高40米 中年奥特之父身高45米 泰罗身高53米 幼年泰罗身高22米 奥特之母身高40米 雷欧身高52米 阿斯特拉身高50米 雷欧和阿斯特拉的父亲阿鲁斯 身高55米 奥特之王提克身高58米 艾迪身高50米 尤利安身高47米 乔尼亚斯身高70米 乔尼亚斯最大化可达120米 史考特身高82米 查克身高79米 贝斯身高76米 葛雷身高60米 帕瓦特身高55米 赛亚斯身高60米 迪迦身高53米 邪恶迪迦身高54米 闪耀迪迪迦身高120米 戴拿身高55米 盖亚身高50米 阿古如身高52米 千禧奥特曼身高52米 内伊斯身高39米 奈欧斯奥特曼身高58米 赛文21身高56米 黑暗迪迦身高53米 卡米拉身高49米 达拉姆身高62米 希特拉身高57米 高斯身高47米 杰斯提斯身高46米 皮克特身高2米 雷杰多身高50米 博伊身高24米 耐克斯特幼年体身高10米 耐克斯特成年体身高40米 耐克瑟斯幼年形态身高49米 诺亚身高50米 韩诺亚之翼身高55米 黑暗扎基身高50米 黑暗福士德身高48米 黑暗梅菲斯特身高50米 迈克斯身高48米 迈克斯最大身高990米 杰诺身高47米 孟比优斯身高49米 孟比优斯无限形态身高51米 希卡利身高50米 赛文X身高40米 赛罗身高49米 但身穿究极铠甲的究极赛罗 和究极光辉赛罗身高为55米 贝利亚黑化前身高55米 贝利亚黑化后身高55米 赛加身高58米 银河身高0到无限大 维克特利身高0到无限大 银河维克特利身高0到无限大 利布特身高40米 动画版利布特身高50米 埃克斯身高45米 埃克斯超越形身高47米 埃克斯贝塔火花装甲身高47米 欧布起源身高50米 欧布暗要形态身高55米 杰德身高51米 罗索奥特曼身高52米 布罗奥特曼身高51米 罗布奥特曼身高53米 格力乔身高43米 格罗布身高53米 托雷基亚身高50米 泰加身高50米 泰加坤坤形态身高50米 风马身高48米 泰塔斯身高55米 泰塔斯最大身高为100米 泽塔身高52米 索拉身高40米 令加身高50米 特利加身高53米 黑暗特利加身高53米 闪耀永恒特利加身高53米 真理特利加身高53米 邪恶特利加身高54米 巨大化后的邪恶特利加身高 目测200米以上 卡鲁米拉身高49米 达阿贡身高62米 西多拉姆身高57米 德凯身高55米 强劲德凯身高55米 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 奥特曼从低到高的身高排列 07米新冬金 去 打 打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き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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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ールは近いから 星空に輝けるんだ もう一度君に会うために その胸に宿した夢の翼広げ 高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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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へ飛び立て 固く繋ぎ合った君のその手を ず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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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ずっと離さない 時を越え 輝け日が 今 君に会え いつまでも空に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